土洋电商大战激烈 虾皮购物打到PC Home子公司商店街申请下跪 日前又公布一份数据 跨口是全台最大的电商 让同业拳头都印了 数据显示 虾皮下载用户数突破1500万 超取突破2000万件次 超越PC Home的1100万件次 稳坐电商龙头 就连广告也酸味十足 有业者提出反击 包括超商取件和单月营业额 虾皮都不是最大的 这份数据有问题 以虾皮公布的财报来看 台湾平均每月订单约660万笔 再以超商每月可处理的取货件数约 3500万件次 以商店街1100万件次 加虾皮公布的2000万件次来看 两家占3100万次 数字不太合理 其他电商都没有超商取货吗 而虾皮也澄清 下载用户数是包括虾皮拍卖 和虾皮24H购物中心 非单纸虾皮购物 超商取货2000万次 也不是仅单一平台的数字 苹果欢近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镇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集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